你好 大家好 我是田娟在老屋 然后今天我把昨天的视频在他家视频拍出来发一下 有些话吧 视频里不能说 所以我把这视频静音了 发出来的视频也会被西瓜视频平台尽调 这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昨天的简要情况吧 昨天简要情况就是 昨天想去给彩礼 但他哥也在 然后他哥呢就说 开始说是他哥 他说不放心 他妹妹去中国 要在这边办好结婚证 但是呢 男方就说 如果在这边办结婚证 比中国结婚证要花很多很多钱 对 如果你觉得哥哥说是 如果他哥觉得不放心 他妹妹去中国的话 我们的眼睛哥也说过了 可以带他哥哥先去中国 去看一下 他那么家具有什么情况 他妈妈是什么样的人 他妈开始以为他哥哥不放心这个 然后跟他哥哥苦口婆心的说怎么都行 然后在中国办那个结婚证可以带你去玩 免费的 你的一切形成了费用 我带出 但是他哥哥怎么说也不同意 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他哥哥是想要钱 他哥哥也不想去中国 他哥的意思是说 你多给我一些钱 我妹妹肯定跟你走 他想多要一点彩礼 现在的情况就是啥呢 他哥哥原来的彩礼不动 然后他哥哥说我帮你去弄这个身份证 还有护照 你再给我1500万老欧币 1500万老欧币 现在的话 5400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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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的样子 他哥哥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买个手机给他妈 给他妹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要买两个还是三个手机 这不管两个三个手机吧 反正他哥哥还要买手机 还要再加1500万老欧币的彩礼 就是这个情况目前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还有就是他哥的话 他哥说话反复无常 对 就我们回来之后 跟他哥反复沟通 他刚开始说 一会儿一个说法 说是这个价格 然后过了一会儿 又是另一个价格 几次三番的不停的变化 搞得我们都很害怕 他哥 因为我们也是担心 眼镜哥 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成了的话 以后他这个大舅哥 可以说是大舅哥吧 因为在他眼镜哥回国之前吧 还有什么样时间 我们就担心 他哥哥会在里面搞事情 对 回国这段期间 半正的这段期间 你说出点什么幺蛾子 我也老蛮女娘 他也不好弄 关键他这个哥哥 我真的不好说 我怕他中间出什么事 是事短事短 要钱呀 昨天我们想了各种各样办法 都没有想到好的办法 对呀 然后人家 人家直接一句 你不行 我直接报警啊 对 他说啥 你要使坏 你要使年坏损 把我妹妹偷偷摸摸带走 我就报警 你说这个是真没办法 你说是不是 毕竟这是在人家的土地上 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这边你跟他们讲道理 没有用的 你今天跟他讲明白了 明天他又还是老样子 行吧 今天就说到这 然后情况就是根本情况 大家选上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因为昨天晚上直播 也没有谈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给大家的意见都是 调一调他呀 甚至说是这个女孩不能要 行吧 今天就这样 再见